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 中国队此以迎战美国队 虽然对手非常的强大 但是中国女排还是挺放松的 入场环节 狼平之道还和丁霞开了一个小玩笑 中美女排共交手过66次 中国队37胜29负 不过近10次碰面美国队赢了7回 比赛一开始 美国队就利用发球冲击着中国队本就薄弱的依传 依传现在都快成为中国女排的老大男了 对阵美国队这个问题更加的凸显 依传不到位 进攻组织的勉勉强强 美国队攻防速度本来就快 两边拉开一个反击打过来 中国队都很难形成双人拦网 狼平叫了几次暂停 反复强调拦网要同时起跳 两个人要并齐 但是面对美国队的光速 拦网真的很难 20比25 中国女排输掉了首局 第二局开局中国队稍有起色 朱婷在四号位连续下分 一直领先美国队有两分的优势 在世界大赛上有过多次交手的他们非常的熟悉 这个回合两队足足打了42秒钟 中扣轻调能够下分的战术都用了一个遍 最终防守更加出色的美国队拿下了这关键的一分 局末阶段中国队的网口又一次出现了问题 美国队再次利用快攻下分 22比25 中国队0比2落后 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曾一度领先 但是莫名其妙的失误葬送了优势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两个人得分上双 朱婷得到全队最高的14分 刘晓彤11分 而美国队三人的得分都在10分以上 20比25 中国队再丢一局 以0比3高负 本战比赛美国队三战全胜夺得了冠军 中国队的战绩是一胜两负 排名第三位 觉得还是赢在整体的串联和进攻上吧 然后我确实今天在组织方面也不是特别的 尤其是两边调整 我觉得传的不是特别的稳定 然后有一些球 在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机会的时候 还是去送给对方吧 我觉得还是我这边差的比较多 我觉得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